我现在是在湖南长沙 这里是长沙的向阳医院附近 那边就是向阳医院的门整了 这边呢有一个城镇村吧相当于是 刚刚到了这边 临时在这边有点事 所以呢在这边找个住宿 看看在这个巷子这里呢能不能找到便宜的旅馆 这边旅馆挺多的 吃饭的也挺多 到处都是宾馆 有便宜的有30的40的都有了 不是我说月租一个月多少钱 有900的一球的了 包括水电费吗 900白货水电费 这边好多自助餐了 月租900块钱一个月包括水电费也不贵了 相当于是30块钱一天 如果能够搞个700块就好了 那你们就没签证 对 他这边也有月租的 月租的话可以做饭 这边到处都是宾馆啊 吃饭的 这个巷子里面也都是旅馆 自选快餐16块钱容易吃啊 很多菜的 这边也有盖胶饭 饺子 面 混冻 黄焖鸡 米饭 感觉在这边住确实性效比很高 这边超市也是挺多的 到处都是这种自选快餐 这边还有一个皮肤病医院 那边也有酒店啊 包子 吃饭住宿确实很方便 本来在医院附近 就是 看病就需要很多钱 如果住宿的话 这块还要花很多钱 肯定很多人不太愿意的 所以说价格越便宜越好 这边真的是交通太用途了 他这边停车位也是特别紧张的 也是一个百年老医院了 而且中南大学的医学呢也是在全国特别的有名的 如果你在早上8点钟9点钟来的时候啊 真的是 非常的用途 现在进这个门诊大厅里面 看一看真是现状是怎样的 看了医院眼前的这一切还是让人很心酸的 所以说当你人生最不顺的时候啊 最绝望的时候你来一趟医院吧 你所有的怨恨老路房在此刻全部都会化解掉 真的这个画面我说不上那种感觉 先吃完米饭 他这边有 配菜 7块钱数分 在这里面 这几楼啊 这里全都是住宿 他每一间都是不一样的老板 这不是你自己的房间还是说你跟别人那个的 我说你还有没有其他房子要看一看 房间是搞定的 看一看 他这个房子应该是干装修不久的所以说有火装修的味道 但是也能凑合吧 这边有风扇 它是插卡的 卫生间 插座 这边提供了一个插座 被套的话就这样子吧 60块钱也别设计就是说有特别好的环境 勉强凑合对吧 因为他那个房间有点味道 然后我跟老板申请换了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反而 低了20块钱 只不过在一楼 没有卫生间的 40块钱 还能凑合吧 反正一个人住 也无所谓的 因为我也不好意思退房 老板娘人挺好的 所以说就将就的住吧 本来 我不想住那个房间的 但是我也很尴尬 不知道怎么拒绝它 所以就在这里住了 这个房间是40块钱 就没有还价了 这个房间 他就想住 对他的房间 和沙发 中的房间 也不是 是 谢谢大家